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23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28.68 收盘价是133.42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33.51 最低价是在127.34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6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1.389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81倍量缩 KD值 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 开口不变 双线是继续上行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又出现了向上的反转 MACD 开口不变 双线是继续上行 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 好我们来看K线信息 在1月20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实体小绿K线 是一根上涨的K线 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回后的反弹中 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K线的最高 那并且从KD值和MACD值啊 我们会看到指标都是向上的 那也就是说后续呢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可能 对 唯一的不足是当日呈现了一个价涨量缩 那这样的一个量缩啊 有可能会使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出现横盘甚至是一个回档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1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 收盘会收在129附近 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可能呢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下跌 收盘价会收在117附近 对 那实际在1月20日当日收盘价是在133.42 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上涨 也就是出现了回后上涨 收盘过前高 并且还在股均值的上方 所以说这样的指标呢 我们会看到 并且依然在这条趋势线的上方 所以后续股价是有继续上行的 可能的 那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 那后续股价的上行呢 我们说它的第一个目标 依然是要突破1月18日这根K线的最高 也就是这根K线股价出现了一个回档 对 所以它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站上这个高点 那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这个高点呢 我们说叫回后成功 也就是股价会出现短期多头的回后再上涨 对 那站上136呢 我们说股价将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 对 那如果股价收盘价日后能够站上136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突破161这个水平线 161这个水平线是12月16日和12月27日连续下跌红K之 红K合并之后的一个实体长红K线的最高 那136呢又恰巧恰好是这根实体长红K线50%的成本线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目标如果能够突破 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1 当然在到达161之前我们依然要说这个143和50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 对 好 那这是股价的上行 那对于股价的上行啊 我们要特别关注136嗯因为136这个地方呢股价很容易欲压而出现一个横盘或者说是反转向下 嗯因为刚才在K线信息的解读我们说了它是一个价涨量缩 对也就是说出现这样的上涨如果能够抱有大的量可能才会确认股价会向上 对 所以那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30均 好 这是股价的上行 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 那股价的下行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前一期视频定义的这个标志 一个是这条红线是在125我们说这是五日均线值的下限对 然后这个巨型呢我们说是下方的强支撑 那我们会看到股价是遇到这个强支撑之后啊 嗯在1月20遇到强支撑之后呢出现了呃向上的反转 对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两个标志 嗯 好那我们先把这两个标志删除 以方便我们分析股价的下行 对 然后这条水平线呢是我们呃定义的股价的20均线值的下限 嗯 好 那我们继续说 说对于1月23日来说股价下行的目标 那现在来看就是要跌破这条低低高的下上行趋势线 对 那上行趋势线和当日k线的焦点我们看是在129附近 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 嗯 那接下来一个目标跌破这条趋势线跌下来的目标那将是要跌破20均线值 20均线值在1月23日我们测算是在120到121之间 所以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啊还保留在120这个位置 对 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 那我们说股价如果下行跌破的这条趋势线 那在达到第二个目标之前我们会看到有前低 嗯 在127附近 然后有下方的这个缺口 当然还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 对 所以这个呃第二个目标是120这个位置 我们保留这水平线 那股价如果说跌破了20均线值 那我们说一定要呃跌破第三个目标就是115 对 那跌破115呢 我们说实际上股价会转为空头 嗯 对 实际上我们说对于现在的股价呃 如果跌破 1月19日这根k线的最低啊 那我们说已经就是呃转为空头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头头低 这地方是底 如果再出现一个新的低谷就是底底低 也就短期的空头趋势将会被建立 对所以呢对我们接着往下说那下方呢如果说是跌破了115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空头的趋势将会被建立对那空头趋势建立之后呢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01这是他的第4个目标 好 好那么下行我们来一次说一下跌破趋势跌破这个20均线值 然后是呃前低10然后是呃前低115然后是跌破股价的呃 近一年的呃历史新低 对 这是下方的四个目标 好那对于呃1月23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29我们加一条水平线 129就是当日k线和这个趋势线的焦点 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线 对所以说在当日股价我们说如果能够在129上方运行呢那股价很容易继续向上 如果股价出现了呃在盘中在129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个回档甚至是下行 好以上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第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个136对 然后第二压力位是143那第三个压力能给出一个区间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一直到161 也就是153到161这是第三个压力 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29对到132之间在这个区域 那正好5日均线值的下限和这个趋势线和当日k线的交点也在这个地方对 所以第一个支撑是129到132对 那第二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25到126之间是在这个区域 那第三个支撑就是这条水平线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在120到121 当然下方的115也是支撑第四个支撑好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那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呢股价是会上行但是它是带有条件的对 那股价继续上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32 在这个地方 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40.5 在这个位置 收盘会收在138附近 也就是上涨我们认为股价会突破这个前高136 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 股价不可以低于132 满足了这个条件股价才会出现这样的上行 好这是第一个可能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会出现回挡 如果出现回挡 它将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股价上方最高会到达135.5 下方最低会到达128 然后收盘会收在130.5附近 对 对也就是说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 那我们给出这样的一个预测的理由呢 就是在1月20日出现了一个价涨量缩 对因为这个量缩很容易导致股价发生回挡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